香港黑帮14K最强势力的一个分支 一定属于九江街14K 在社团中 栗章手下最多 而刘安最有钱 刘安真名刘国安 凭借会用脑子脱颖而出 正所谓蛊惑仔不用脑 一辈子都是飞机 而刘安身家过十亿在帮中成名 黑道中人早已替他起了一个绰号 刘武艺 他经常总是一身西装 打扮斯稳 依附商人模样 并在城中与不少富豪来往甚密 在七十年代 出生里渔门木屋区的刘安 原靠走私起家 因一次被同门重伤 激发起他向上爬的野心 以报他心中的屈辱 有钱自然使得鬼推磨 直到九十年代 当时只有三十多岁的刘安 由黑道杀进金融界 招揽了一批年轻的蛊惑仔 借着伦敦金的法律漏洞 摇身一变成为金融大鳄 纵使多年来成为警察的眼中钉 但刘安一直逍遥法外 嗜久的刘安 确诊默契肝癌 不足两个月便撒手人寰 在其葬礼上 大批江湖猛人到场掷祭 及送花牌 见证这个黑道奇人的江湖地位 当时才58岁的刘安 全名为刘国安 是14K的重量级人物 早年熟识他的人会称呼为刘安仔 早于90年代 江湖中人则开始尊称他为刘五亿 以现在的物价 不会理财 五亿也未必算是大富大贵 但按当时的物价 在1995年 李泽凯位于十澳大浪西湾到 十二号的独立屋 成交价为一亿两千万 现在估值约六亿多元 刘安才来自由方 估计他的身价 在这几十年内翻起翻超过十亿 刘安为人低调 其资产十分的神秘 查阅资料 竟然找不出他拥有公司和物业 总言之 不管正行还是片门 都不会用自己的户头 存大量固定的资金 不过在2013年10月起 刘安便在江湖上销声匿迹 原因是他患上末期肝癌 因为刘安早年喜欢到夜总会 中国城跳舞喝酒 中国城结业后 他转战深圳夜夜升歌 早上他回到茶楼品名 习惯抛他丝带的陈年普尔 再配一只蓝带马跌利 但刘安常年饮酒过度 有一次去了日本后 回来伤风感冒 原以为是小病 去养合医院检查 发现肝脏多了三例恶性肿瘤 默契 没得吃 不到两个月后 便传来他病逝的消息 刘安同样也在世界殡议馆设临 世界殡议馆一向是传统 黑帮猛人举病的地方 刘的家人租用地下的世界礼堂 面积大约660平米 可容纳500人 单是租场费用便所费不费 灵堂晚连猎牌写着 好气长存和痛失英才八个字 而14K九江街 孝子堆负责人栗章 责任智丧委员会负责人 大批江湖大佬到场 宋刘安最后一程 包括患癌的14K 翼子堆负责人胡须勇 另外还有在2006年险遭暗杀的屯门新义安元老 大比恩 以及和胜和的鸡脚黑和沙田门 各路黑道成名人物基本到场祭败 每当他们一进场 警方便会大为紧张 警方一早知道14K大佬举病 当时部署了欧记 西九龙反黑族 PTU约100人 一如既往的红堪一带设置路障和登记柜台 一批又一批黑衣男子要到柜台登记才能进场祭败 过往几十年风雨如烟散 但还是有很多人记得过去的风雨恩怨 都是刘安在背后发功 江湖一直盛传 南华足球班主罗杰成跟刘安交情匪浅 罗更以晚辈相称 在1995年10月 罗承恩卷入江湖恩院在监东被砍 当时他探望时任女友陈嘉玲时 被多名埋伏在附近的刀手当街追砍 其中一刀贯穿肺部 显命丧街头 有只追杀事件之后还没算了结 结果要刘安出来替他解围 对方才放罗一条生路 在刘安的葬礼上 陈嘉玲有送上花牌之计 但罗杰成却无任何表示 江湖盛传刘安 除了与罗杰成有生意来往外 也与城中多个金融界富豪交往 而且他喜欢到处夜谱 聪明的刘安将目光放在新界的房地产上 转向结识新界的乡身 发展房地产 积极参与收地 但元朗一位老江湖说 刘安始终是外星人 收地一定斗不过原居民 2008年刘安遇在元朗房地产分一倍耕 适逢该地段当时由14K 得子堆负责人四眼细控制 四眼细也不想把蛋糕分薄 拒绝与刘安合作 谈判破裂不久后 四眼细在元朗遇袭 鼻梁被重创送入医院 据了解 警方曾就此事向刘安问话 至于刘安的病逝 他丧礼由结拜兄弟立章全权负责 立章与刘安 被誉为14K九江街的左右护法 在70年代 刘安靠立章传真引线 认识九江街重量级元老大壁登 刘安投靠大壁登 全因他要一血前耻 在里渔门木屋区长大的刘安 当时跟了区内14K大哥王老吉 靠走私起家 后来他与王老吉的儿子熊姬有过节 曾叫人捉住刘安吊起来打 所以才转向投靠九江街的14K 当年被熊姬倒吊毒打 刘安一直怀恨在心 当他在九江街打响名堂后 复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刘安积极搞外围马赚钱 赚取第一桶金 刘安与立章在九龙的势力建大 立章替刘安教训鲁渔门的熊姬 从此九江街14K的名字更响当当了 刘安在黑道中最传奇的经历 便是八十年代开始靠伦敦金发家 据消息指 曾经有记者早于1999年 曾以卧底身份揭露刘安 以伦敦金公司偏财的手法 当时记者到达刘安 位于尖沙嘴汉口道的公司上班 全盛世纪啊 刘安在尖沙嘴和望角 开了十几间的伦敦金公司 预计每间公司每年赚过百万 该伦敦金公司以国内驻港机构 聘请初级文员 或客户助理主任为障眼法 聘用的入职要求低 待遇却高 自然有不少师奶 或者初出茅楼的学生入局 实质是利用应征者 说服他们炒卖伦敦金 根据卧底记者当时的记录 入职者会被安排在密封的房间培训 学习经营伦敦金买卖 其后培训员便会露出真面目 以高回报利用学员购买伦敦金 再签署授权书 由公司全权负责购买伦敦金的交易 到头来伦敦金公司擅自替客户买卖 赚取佣金之余 甚至更声称将客户的本金输尽光 由于伦敦金市场外交易 无需受金营业贸易场监管 变相令伦敦金公司有恃无恐 使不少刚出来工作的年轻人或新移民中招 被骗去很多的金钱 多年来 警方都难以揪出伦敦金公司的幕后老板 由于登记人员是挂名 从来不会参与公司的运作 财政大权实施受幕后大鳄的控制 这些大鳄从来都不会现身 而是聘任律师和会计师管理公司 定期向大鳄汇报公司的运营状况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 伦敦金公司每隔一两年便会搬走 到新地点工作 改名后继续以伦敦金的骗局敛财 纵使赚的腰缠万贯 却是生命无常 万般带不走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